刘氏集团早期草苔班子 有一重要元老 至今下落不明 直到关于新收的小弟周仓 被他刺了三枪 我探路探到前面的谷口 不想从哪冒出来一个将军 引兵站住了山寨 在下不时得 那人也不答应 挥枪便刺 凶猛的厉害 关于一听这还了得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要命的 敢在此插标卖手 哪想双方一见面 周仓马上明白了一个道理 自己的三枪算是白挨了 于常义得 子龙 三位顶级战力 顿时欢天喜地 各自诉说自己近期的遭遇 尤其是赵云 他一边苦寻大哥刘备 一边积极收拢残佈 还组建了一支三千人的小分队 随即子龙便带着关张 来到一处山庄 此山庄名约 关家庄 庄主名约 关定 要说子龙的确了不起 不但兼职干起人力资源的工作 还到处拉投资 三人欢喜近庄 众人聊起家常 方知庄主关定 与关于乃是同总 关将军 老朽有个心愿 不知将军能否容纳 关定有一子 名约关平 一直渴望建功立业 我想让他跟随将军外出 在将军的安前马后 历练一番 或许能博个功名 说吧 关平扑通一声哭着闹着 要跟关于出去闯荡 关于内心是拒绝的 要知道沙场并非儿戏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呀 云长 你看 你也没有子嗣 这关平 应无过人 你不如就把他受为义子 对呀 关将军 你就收他做个义子吧 思达董卓死后 关于一听义子二字 就几倍发凉 担当着人家亲爸的面 也不好推辞 只能表示 这事我说了不算 还得回去找大哥定夺 二哥呀 兄长不在 兄弟说了也成啊 你战姐先收了 等和兄长相会之时 我和子龙兄弟 替你说句话 收了 收了吧 张飞爹爹不休 关于无奈 只能妥协 行 要我收你 可有三个规矩 第一是义气 正所谓 人生在世 义气 乃立身之本 千万不能像吕布那样 忘恩负义 背后给干爹捅刀子 第二是胆气 正所谓 人生在世 胆气乃立身之本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把他当作匹夫 当着插标 卖手就对了 千万不能像吕布那样 胆小怯懦 稍微一点未必利用 就背后捅爹底刀子 第三 军贵 正所谓 一旦从军 法不容情 千万不能像吕布那样 不守军贵 背后同副帅刀子 禀将军 我自自铭记 关于微微一笑 还叫将军呢 孩儿叩见义父 一番折腾 两头辗转 三方终于会面 还是桃园 正如当年的桌县桃园 如今古城县的桃园 也是桃花灼灼 春光绚烂 刘备从梦中缓缓睁言 眼前景象 如梦 但不是梦 三兄弟相拥而弃护 祖中场 子龙尴尬的一批 为什么不带我 但我不存在的吗 为了缓解子龙的尴尬 三兄弟决定 再来个桃园四结议 十年前 我三兄弟 在捉郡桃园结议 今日 我们四兄弟 又在古城桃园相会 此生此事 此情此景 感慨万千 感慨个毛线呀 赶紧说下公司 下一步咋办 拖欠的工资 啥时候发呀 还是子龙心系 我等兄弟 虽然叠遭厄运 颠沛流离 但最终 定会脾极泰来 再现繁荣 烙完家常 画好大饼 大哥刘备 发表了重要讲话 提出了公司 新的发展战略 那就是开拓荆州市场 荆州 是那个 大乙师荆州的荆州吗 对 败回荆州刺史刘表 难道 我还不住刘表吗 济州这边 听闻刘备 邪三兄弟 投靠了刘表 袁绍大怒 自己出钱出力 甚至出了 炎梁文仇两颗人头 他却对我食言 背我 激我 都不将这三个 贼兄弟斩首 难向我心痛的怒气 说完就要发兵 讨伐荆州 暴走刘表 怒砍刘备 谋是许优 赶紧劝阻 这边正跟东头的 曹操搞对峙 你又去招惹 西头刘备 这不是两头找打吗 眼下还是不要招惹刘表 一心灭曹梅首要 袁绍恍然大悟 大呼 原本诸我呀 就在袁绍拨开云雾之际 他的三个大胖儿子 分别从清幽并三州 赶了过来 主公有令 传 清州赐史元坛 幽州太守元西 并州上将 要说袁绍元西 元上这三头怪 可谓是袁绍上辈造的孽 这辈还的债 众所周知 袁绍失败的原因 就是优柔寡断 色力淡薄 然而这些只是表象 真正的内核 在于元氏集团的内耗 元氏集团股东们 在后期逐渐分为三个阵营 分别对应 元坛元西 元上三个草包 为了主子夺敌事业 三方之力 展开了日积月累的内斗 副帅 儿请命为先锋大将 请副帅下令 儿愿做先锋大将 儿虽不才 但愿请为先锋大将 这一下子 本就患有选择困难症的元少 选择就更困难了 这次和曹操决战 事关重大 先锋大将 我决定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